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买的 有没有可以买的 没有啥可以买的 风苦的 不买了不买了 不买了 买苹果也行 你看 你看它这个苹果是一块九毛九一袋 是吧 一块九毛九一袋 所以觉得应该是可以买的 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 这位阿姨买了好几袋 这位阿姨买了好几袋 买好几袋 等它买完之后我再买吧 我得耐心的等一会 我觉得我今天想买一袋苹果 an apple a day makes a doctor away 每天一个苹果可以让医生远离 是吧 所以呢我觉得我要每天吃苹果 这样在美国就不用看医生 就可以生好多钱是吧 我得等这阿姨一会吧 等他挑完了我再拿一袋走 他好像想买好多袋好像是 等他挑完了 在美国这边在这个 美国这边大家排队都很耐心 很耐心的排队 所以我在排队买苹果 等这个阿婆挑完之后再买 hi how are you i just want to buy a bag of apple i'm waiting for yeah yeah the apple is quite fresh yeah yeah thank you 这个哥们哥每次都打招呼 等一会 我跟他说我打算买一袋苹果 然后他看了看这位阿姨她做了几个首饰 然后好好再等一等 美国这边一个是人工比较贵 另外一个时间比较宝贵 但是有的时候人们之间出于互相尊重 也很少会催促对方 很少催促对方说快点买快点买 所以一般很耐心的等 前面人跳完了然后再跳 那个哥们也摇了摇头 他也说没办法 就只能这样等着 他也理解啊就是有些老年人可能买东西可能比较认真一点啊 反复的比较啊什么的 然后 所以我就等着他慢慢挑 然后慢慢比较之后 所以有一个词可能叫选择综合症可能就是这样 就是 就有点像人在找对象的时候这样的不知道选哪个好啊这样的反复的比较 我估计得等一会儿今天 那现在等一会儿 过一段时间端着身体 等感冒好了端着身体 这个身体啊 在美国这两年多就败吃坏了 经常熬夜 然后营养不良 休息不够 睡眠不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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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 我也不知道在哪里 他让我去 他让我去 他说inside的 我inside的之后没没看到啊 啊 inside there's apple 哇 thank you i got it thank you 哇 呀 啊 thank you thank you 哇 thank you very much 那就来这个吧 来一个就走吧 因为时间太紧太宝贵了 时间太宝贵了 时间太宝贵了 那一个就走吧 这个阿婆买了几大二十 我还是觉得外边的好 我还是觉得 我还是拿外边那个吧 这个瞅着好像没有外边的好 i just take this one 拿这个吧 这个是两块钱一袋啊 他标着一点九九啊 excuse me thank you 我觉得这个比较 我记得在国内也有这样的苹果 叫嘎拉苹果 嘎拉苹果 嘎拉苹果 我记得 是吧 天啊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拎啊 虽然比刚才那个贵五毛钱 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方便一点啊 嗯 那个阿婆买了四袋 三四五六七八八十 他说这个袋呢 十分钱 我想想啊 他买了四袋 买了四袋 八 是买四袋吧 可能是买四袋 四袋是五袋啊 他买了 他买这么多苹果啊 是不是要包圣诞滚啊 也可能包圣诞滚 可能是 他们知道西班牙语 听不懂 这边好多墨西哥人 嗨 how are you just take this one 他直接说2美元 Thank you ha good day 嗯 走了走了 这个阿姨买了好多苹果 他买的苹果是不是包圣诞滚啊 我记得 在国内的时候 有那个平安果 平安果啊 圣诞滚之前呢 然后会 学生们互相送 用那个材质把那个苹果包起来 有的时候一个老师可以收的好多 这样的平安果 在那个圣诞节之前送 啊 所以这个阿姨买了一大车 慢慢的 慢慢的一车 嗯 走了走了 走了 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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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 200元 嗯 200元 是 几磅 我看一下啊 我看一下几磅 你看他这个公交车停的时候呢 车头 往这扎一下啊 车头 低一块啊 这样方便 大家停车 方便大家上车 几磅 五磅 五磅啊 所以说五磅呢 四磅千一磅 苹果 还行 可以了 今天好热呢 好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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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到圣诞节了 啊 这个 这个阿姨 她是上车 这样的有个翻板翻出来 然后方便她下车 然后之后呢 推车的再上车 这样比较方便一点啊 它是一 满满的一小车头的苹果啊 然后之后呢 这个翻板再慢慢翻去了啊 再慢慢翻去了 然后人们再上车啊 被这个 然后她在车头再扎一下啊 然后人们再上车啊 所以她这个设计的挺合理啊 方便大家上车下车 我看 然后上车之后的这个车头再扎起来 这么一上一下的估计耗不少油吧 不过美国这边的能源还是比较多 它的汽油柴油便宜啊 这样的 满满一车人 哇塞 上车节 之前一星期一的景象啊 再见 拜拜 拜拜 我回去吃苹果去了 吃苹果去了 咱们